喜剧演员贺龙主持的贺龙夜夜秀 日前因为来宾嘲讽声仗者 让整个团队遭到各界批评 节目日前录制了第一季的最后一集 贺龙透露大家都以为 他靠这档节目获利不少 然而他其实亏损了大约500万元 更值言做夜夜秀 是他感到最难过的事情 他无奈表示 做这个节目一直在妥协 期间发生很多失误 也没时间产出完美的内容 甚至不知道下一季该怎么做 但这就是团队要努力的方向 贺龙透露录制节目的第一集时 曾邀请高龄90岁的阿嬷来观赏 当时阿嬷告诫他不要碰政治 结果后来真的陷入风波 争议爆发后 阿嬷更是每天难过的睡不着 还会抱着他哭 希望他不要再做节目了 让他感到很愧疚 只好安慰阿嬷 那些骂自己的人 都是自己的好朋友 大家只是在演一场喜剧而已 一度哽咽的模样 让人心疼 不过最后贺龙承诺 会跟博恩夜夜秀一样 做满三季节目 获得不少观众鼓励 网友也纷纷留言 为他加油打气 开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下轨lins 会有这个节目 为了找一个 欢迎跟博恩夜秀一样 有这个节目 订阅 优优优独播出版